昨天晚上的最新變化 是國民黨員 國民黨裡頭的榮譽黨員不選了 但是民進黨裡頭的名譽黨員 要出來選了 呂秀蓮 前副總統呂秀蓮 今天早上在喜樂島推薦之下 在台大校園開了記者會 開完記者會之後 他就找了他的搭檔 前南投縣長彭百賢 兩個人要搭檔參選 正副總統獨立參選 要開始去連署 所以到中選會去登記了 呂秀蓮跟彭百賢喊出來的口號是 和平中立喜樂島 打造台灣4.0 大家會很錯愕 呂秀蓮 呂夫要參選 呂秀蓮當然最近一段時間 不斷的這個批評蔡英文 甚至認為蔡英文打的選戰 都是所謂的芒果桿 就是王果桿 他認為就像鐵達尼號 撞冰山一樣 這個船雖然很豪華壯麗 但是船長經驗不足 就會害大家撞冰山 就是在罵呂秀蓮 船長經驗不足 所以呂夫他認為 他當過副總統 他是經驗最夠的人選 所以他出來當然有夾雜的獨派 因為喜樂島聯盟 你看之前還有賴清德 也曾經被喜樂島鎖定 甚至中間還傳出什麼彭文正 還有這個甚至台大的 其他的學者教授 喜樂島聯盟這些所代表的獨派 最近一直在批評蔡英文 也緊咬著蔡英文的這個博士 甚至這個論文 還有他的律師資格問題 薪酬加上舊恨 因為之前在蔡賴相爭的時候 獨派就已經不滿蔡英文了 再加上這個社稟案 兩個人兩邊的意見又不一樣 所以薪酬加上舊恨 綠營是不是細強 開始這個鬧分裂了 所以你看到陳寧飛 就代表一些立委 他個人也出來喊 呼籲呂富三思 要團結一日支持蔡英文 這個話好像之前在藍營聽過 所以難怪人家說 綠營的初選才開始 然後陳淑秉的兒子 陳志忠也喊說 沒有分裂的本錢 希望呂富這個能夠懸崖勒馬 也是三思 所以這一場是不是 綠營的自家人的鬧內訌 初選才開始 才真的有得喬了 所以其實不只是呂秀蓮 我覺得主要是這邊背後的喜樂島聯盟 現在緊咬蔡英文的很多的 私德 公 還有公眾的處理的事情 他們都緊咬不放 可是明顯我們接著要來看的是 蔡英文還有民進黨的 整個立法委員的佈局 最後拼圖到底確定了沒有 這裡面第一個我們先來談的是雲林 雲林海線原本明明就已經確定是要找 他們的前麥寮鄉 鄉長叫做許中富 然後出來參選 結果現在他們又說已經提名不算 還是要請蘇智芬前縣長出來 佔這個雲林海線 這叫民主嗎 不 我已經提名了一個人 然後就叫他退 然後接著我就找我主義的人出來選 許中富還是蘇智芬的調咖咖 這不是如果真的叫自己調咖咖退選 然後自己出來選情何以堪 不會 你忘了嗎 去年新北市蘇智昌就是這樣 蘇敏睿也不能選 蘇智芬出來選 所以民進黨真的很會 我覺得民黨為了求勝不擇手段 可是當這種情況底下 你把地方的四代交替 四代的接班 完全都跨過去的時候 選民不會看在眼裡嗎 真的這樣搞的話 他雲林海線這一席可以保下來嗎 我覺得這個還要再觀察 如果 我覺得這樣只是凸顯說 第一個 蔡英文對自己連任 甚至民黨能不能保住他的國會 席次過半都有很大的問題 特別呂秀蓮 大家回想一下 呂秀蓮過去一段期間 批評民黨批評很多 包括公投把 他把整個公投把整個鳥籠修掉 修回更鳥籠比鳥籠還要鐵籠 整個真的完全背離民黨過去的原則 情況底下 呂秀蓮出來講 他說他氣到厭食症 還去住院 所以當呂秀蓮 所以他非要出來選不可 對 所以 大家一直看不起呂秀蓮說 他這次連署不會過關 我認為呂秀蓮連署一定會過關 27萬份一定會通過 一定會超過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我們的知識者 會看熱鬧會去幫忙連署 這講出來 這陽謀這沒關係 第三個 我覺得呂秀蓮最後即使不會贏 他的最後的得票率一定會超乎預期 因為很多人投蔡英文投不下去 甚至有一些綠的 對國民黨也有疑慮的人 他搞不好轉頭 有第三個目標 呂秀蓮的得票率一定不會低 一定比外界預期的還會高一些 好 所以你判斷呂秀蓮的參選 效應是有的 而且可能會對於蔡英文來講 確實是有壓力 難怪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要出來喊話 可是弘怡 我們看到說民進黨現在 立法委員的提名 已經只剩下最後拼圖了 這個是要換人 但是剩下來的這些都是 就是一級戰區 困難區 艱困區 現在傳出來戲子區要找 太陽花女戰神賴品渝 然後新竹縣要找民進黨發言人 周江傑 然後這邊中永和地區要找 佐榮泰的特助蔡慕齡 文山區要找台北市議員 阮昭雄來戰 然後新店區要找一位名嘴張明佑 這個最後拼圖完了之後 民進黨在國會的席次未來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覺得這次就是 現在呂秀蓮出來參選 我的看法是未必對蔡英文沒有力 因為他比較偏向讀在這邊 有可能在政治光譜上 把蔡英文稍微往中間移動 現在郭台銘他宣布不參選了 現在大家都在搶郭台銘這個中間選票 那這個中間選票就是可能 不喜歡藍也不喜歡綠 這時候開始要開始移動了 或許在這個激化的狀態之下 他可能有慢慢也有可能 往綠的方面來移動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這個郭粉 他們就很多就是希望就是說 本來是對郭台銘執政有些期待 但是現在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們開始可能要選變成 所以就是蔡涵都必須要去搶郭粉的票 對 那可是這個立法委員的席次的這個部分 他們能夠有任何的進展嗎 現在看起來 對 現在就是立法委員的部分 現在就是國民黨的部分 他們現在可能靠郭台銘這邊來整合 那如果能夠整合完成 或者是即使沒辦法同台 能夠一起去拉抬立委的選戰 那可能對民進黨現在在打選戰 這部分來講 可能會比較不利 那再加上又有民眾黨的 他們一起來搶這個選舉的票 所以其實他們可能觀察的 還是民眾黨 所以郭家 你要怎麼看 這是最後的拼圖 這個最後拼圖 如果拼圖完成的話 對民進黨來講 可能立委佈局就已經好了 但是總統選舉 又出現了一個變數 就是呂秀蓮來搶票了 這是怕輸 但是所有政府回來的好事 你說雲林 你拼圖看看 六勤到去外籃建築出事 你拼去做什麼 過去你做館長的飲料 在這裡怎麼 大家用得清楚 沒有比較壞 他說他要做 你現在這樣不說明白 沒有沒有說明白 你這樣說得太隱晦了 就是說你過期 他跟六勤的關係 跟台宿的關係 那麼是不是 擔任問身 要說清楚 選舉就把你檢驗 台宿在六勤出席時 否則為什麼他在越南出事的時候 你要跑到越南去 你拼命就拼過 還要拼去外交的事 怕對不對 什麼意思 這種的就對了 那就是已經 不應該出來又出來 因為他怕死去政權 所以你確實同意 民進黨最強的雲林海線 是蘇智芬 可是你們非常歡迎蘇智芬再戰 因為這樣可以檢驗他 當然要檢驗 因為那時候 他就想說他脫手了 他安全下中了 所以他去後面 他就去對不對 不知道你會再出來 再出來最好 拼了 大家正在 什麼人都要接受公開的檢驗 這是必然的 你像魯秀蓮 為什麼他今天又出來參選 他不是說我非常欣賞他 當期我不是說現在過去 你看包括在後面 發生那麼多的事情 魯秀蓮沒有去碰到 我們要看他的拼操 這塊你要把它固定 再來 當期他對林寬問題 他的導力 他的用心 他要把它固定 所以你剛才說連續 什麼看好 不是 我們要固定 這種的我們要把它鼓勵 他對這個林寬的重視 我們要把它鼓勵 李明顯 你就是沒有卸龍界來的 老謀生算 沒辦法 沒辦法 本來的鼓勵 我坦白說 他再去台南去哪裡 我們看到他 我們對他 內心可以發出一種的尊重 轉換心境 尊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不是說要支援香港嗎 結果沒有想到 香港的民權抗爭這個組織 宣布要跟台灣的激進黨 劃清界線 怎麼回事 馬上回來 來 國瑜大會 謝謝 謝謝